叔 我就问你一个事 你画的孔雀美 还是眼前女嘉宾美 他哪没法 男嘉宾的不会聊天 不是不会聊天 人家有学位 人家画根本就不能一品 别喝雾 没法 那他美不反应吧 在你心里 谁更美 他俩行 他俩能玩会儿就 谁更美 他没 男嘉宾 行 就特矮点 其实来说要条件挺好也行 人家琴棋书画 这个年龄了 然后那么多爱好 玩还挺优秀的 吃饭能吃一起去 聊天能聊一起去 然后共同爱好能玩一起去 这就行 男嘉宾比话还帅 你看 这多场还说的 一点不犹豫 男嘉宾比较随和 有个大优点没看着吗 他听话随和就行 我们男嘉宾手上这个大金溜的 你看 他准备了一个盒 就是如果说要是俩 出得挺好的话 可能就送给对方了 你敢收不 我买 这个得努力争取 你要是不优秀 绝对高盘不上 我合约他俩能成 你得远见不见 你签是夸得好 带好不过 不能签 不好做 不能签 男嘉宾确实挺够条件的 男嘉宾带着诚意来的 就这份诚意表达了自己 非常重视这个舞台 100分满分给我们女嘉宾打多少分 95分 那你给他打个分 小不起来 我给你打男嘉宾98 98分 敞亮 不合格 他女的比他男的高大 他那个个体就有差距 还是得从彼此之间的了解先开始 来 二位请就座 进入约会时间 你好 男嘉宾 你是谁啊 你好 我不是 我英口的 在沈阳待了五年 是为了给女儿接送孩子 女儿在沈阳 女儿在沈阳 我老家是能拿的 英口八一圈 英口还是不错的 不错 八一圈 我是腐顺的 腐顺的 那我儿子来上海 儿子上海有车有房 儿子是工程师 把我独居东北 要么养生的我就锻炼 我喜欢过二十年 我不喜欢的就是 那他得看 我不喜欢的又是孙子 又是儿子 老年就讨厌家 我五八年属狗 我公子两千多 有双房 有 往我有住房 独立住房 我有住房 你也有住房 你房子在哪 我在哪 在熊岳 熊岳 我儿子在巴一圈 你就一个儿子 我就一个儿子 我儿子一姑娘 那你好 那里面你生 儿子在巴一圈 老板是我不跟他来一块儿 我在熊岳一个一楼七十七平 带个小餐地儿 一楼挺好的 我就要是 一楼挺好 就为了要叫一楼 我才要上去行 生活啥方便 那咱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男嘉宾的情感生活 来 看一下大神 我和我的老伴随便是相亲认识的 但是感情特别好 他为我生儿育女 作为男人应该心怀感激 用心关怀 意外走势比变好的结局来得更早一些 10年我的老伴不幸梅艳中毒 成了植物人 我在床前侍奉他了四年零一百多天 顿顿都得将那个饭菜打成戏糊 用震丸臭着喂他 如今他走了七年 孩子们都撑架了 都劝我再找个伴 我能有个陪伴 他们带沈阳也能放心 女嘉宾 我应该对你很好的 你愿意给我一个假吗